好了,接著要說那一套 他的定位是一套青春愛情的番組 是不是一個很有語意教費的故事? 是重新YY動畫嗎? 都好像是什麼呢? 他警惕一征,他好像告訴觀眾 預期注足不前不月,勇敢地向前踏出一步 我以為寓意是這個男生收兵了就不得好死 我開頭看的時候,他好像一直在宣揚一些 很正確的訊息 但不知為何,我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聽《星戰夢夢》來說的話 我是很難動歪念,但這套東西是什麼呢? 不知為何,我一到有那封信 他讀了一些內容的時候 我的歪念就已經無限盡盡了 這套就是這個orange骨色奇跡 究竟有什麼歪念呢? 我們現在歪讀一下 其實這個故事就是說蔡惠 在某一天他收到一封信 這封信是十年後的自己寄給他的 那信裡面其實主要是一個目標 因為十年後本身的阿祥這位角色 十年後之後他已經不再存在了 十年前的一年後就已經死了 這封信最主要的其實是希望他十年前的自己 扭轉這個局面 不過他說的是不要後悔 是的,你這個差很重要 扭轉局面好像死變不死那些 即是那些重新重新重新的 那個的願望其實那封信呢 看完封信的內容之後呢 我會覺得我會刻起上來呢 不是,那封信是不是真的是封信呢 比我感覺像日記會比較多 我覺得是日記來的 那個骨骨不是就是… 他剪回日記出來 他應該剪回日記出來 你很難相信 最大問題是 初初好像只有兩張紙的時候 但好像越變越多 你不停寄過來 還有我的想法是 收東西了,上面燒東西下 女主角應該好像遊戲系統 關死了他 一定是可以那天才看那封信 我經常都在想 其實你可以看完之後的 你應該看完整個故事 你應該看了一本攻略才會走心 其實簡單一點 那個Kindle 那個Kindle不斷把那些舊日記出來 其實大家可能提到這一點 這一點是第一點就是 如果那封信的細節的內容 我只能夠相信一件事 這條女兒跟跟蹤狂是沒有分別的 你一個人怎樣可以記住就是什麼呢 那天他買汽水 他買汽水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連那些細節的位置 你都可以記得這麼清楚的位置 這傢伙你真的不要得罪他 這樣說 一個情鬥初愛的女生 跟那個男生每一去一舉一動 都去顧察著他 留意著他 那死日記都很正常 但其實有件事很奇怪的 他初初認識這個男生的時候 你沒理由會留意到 沒有東西來寫在你的日記上 他又有收好位置 他第一天已經喜歡他 所以說的話是很合理的 那這個故事其實是由蔡惠 阿祥 阿祥 阿雲仁 辛迫 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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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六個人的角色 其實就是一群朋友 這個故事其實 首先 我們是沒辦法審計 審計給10年前自己的事 如何做到這件事 我們才不要理會這個問題 我甚至乎覺得他不會說 而其實這個故事裡面 尤其是在動畫裡面 其實他做了事就是什麼呢 他每一集的最後都會說 他們10年後的自己 其實現在做了什麼 而10年後的世界是什麼呢 其實是說阿祥已經是過了身 他們這群人是再次聚集一起 就是去掃墓的時候的情況 簡單來說 故事情節就是10年前的時間 逐一用並行的順序的方式 去說他的故事 但其實每一集最後10年後的畫面 就是補充10年前發生的事情 或者對照10年後他們說的話 所以你就越看越揭越多的 應該是有些 但我經常都覺得這樣雙線進行 經常都會有時間的筆在 你當是並行世界 我很懷疑這套是否玩穿越未來 其實應該不是 但他感覺上又不像 看完剛才三集 我感覺上是不像 因為他最後的未來 都是繼續說的是那個未來 他那個意思其實是什麼呢 他是告誡 不要因為什麼很尷尬 或者什麼你其實是很想做 但是你不做的事情 為什麼不鼓起勇氣 去踏前這一步 如果這一刻不做的話 其實你可能只是 你一輩子都會後悔 你為什麼不做這件事 他跟那些毒品廣告說什麼 調轉的 我會覺得好似 而這套東西 那些橋段那些東西就不細說 但我真的要說人 為什麼會刻起上來 其實是reason why 首先 這封信本身 如果不是看了第一集的 十年後之後的東西 其實那個黑暗位 其實沒有那麼大膨脹 只不過是什麼呢 十年後的自己 希望十年前的自己 扭轉一些東西 去獲得幸福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 幸福的權利 但是問題是什麼 我當我看到十年後 其實 蔡惠已經是跟郡仁結婚 生了小朋友 那 然後他還要寄封信 回去 給十年前的自己 那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他現在不幸福 你沒看過速五尼米 你沒看過 有 然後跟你說 原來你已經有關節痛 而這個橋段是什麼呢 就是叮噹 大紅為了扭轉他 跟這個忌難傑斌的命運 你不覺得 因為知道這件事的關係 阿韻仁 阿希多多多多 每一樣東西 表現都令我覺得 他有這個次選的味道 他每件事情都是有一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鼻胎 我也不想這樣直接 那個後鼻是一個鼻胎 簡直來說就是 是的 我覺得充滿著這個味道 不是啊 對於十年後 他才是贏家 甚至乎 哈記說 長的死跟他有沒有關係 你明白呢 曾經有一個香港女生 有一個名言就是什麼 流到最後就是勝利者 不是啊 這句很對的 是不是 你不要 這個遊戲界 都有一個最智利的名言 不死就有DPS 哈哈 甚至乎 再哈記說一句 長的死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不是 嘩 這麼黑的 我不是想說的是 last hit 才是重點 現在達陣的那個是他 是不是 就是 那個問題在於是 你不要計算過程 是的 我會令我就是 你本身一套 你計算過程 就是說一條女生給多少人 她都沒有 不要去到這麼黑的 嘿 哈哈 程序漸進點 走最黑暗到有程序的 是的 那個故事其實 你本身是一個很正向 其實是說 自己叫做什麼呢 令到過去的自己 好像是鼓起勇氣 去踏出新的一步的故事 但是 這個東西就是 你本身 你 她說到一件事 就好像是什麼呢 她會後悔 當然其實 有一個很模糊的位置 就是她後悔些什麼 是的 其實她沒有說過 叫你追回 雖然她有些位置 例如第三集的劇情 好像是叫她 不過她不知道 那個裡面的訊息是什麼 所以不一定代表 她想追回 長 但是至少她沒有直接 這樣說 就是你想你去追長 但是你要明白 一件事就是 她有一件事 做得最好 或者做得最不好的 就是什麼 她最微 騷回十年後 她跟你說得多 故事就穿巧 那你下一集就拍不到 說得少 你想得好又行 想得歪又行 那其實這件事是很慘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沒有辦法想得好 這件事其實是 是的 因為問題在於是 他唯一的扭轉位 就是後悔的位置 但是 現在的走向 其實 是什麼呢 只是 十年後的自己 鼓勵十年前的自己 去追 去走另一條路 是的 去走另一條路線 就是為了 好像可以跟阿祥在一起 這一個套路 我想那個很不得的位置 就是在於 你很難想像 走另一條路的意思 是不要叫你去跟阿祥在一起 因為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是一個是非問題 是的 問題是說 喂 你會後悔 在現在的時刻裡面 你說我黑也是這樣 我總是覺得 你現在覺得 你跟人在一起 你覺得是後悔了 是的 但知但是就是 那個期間 但是你未去到 你不知道為何要這樣說 說不要後悔 那個重點就是 他還未知道 十年前 長死的時發生了什麼事 他背後的原因 是的 甚至乎如果你增加劇力的時候 你後面反而是說到 蔡瑞現在十年後 有多慘 那可能反而有條件去後悔 但現在不是 對呀 你十年後的 他好像很重複 沒錯 我剛才剛才說了 他最欺負人的地方是甚麼 他不是把最後 這些白衝成人來做甚麼 十年後的 是放在最後一集 或者是最後一集的最後一部分 他現在不是 他每集渗少少渗少 所以他可能是說 這套東西播放第十集 你就看到家庭暴力了 你吹他不像 正如I.m.所說 其實那套戲 那個令你想看的位置就是這裡 還是你不停在揭緊原來的故事 你發生了甚麼事 為甚麼十年後會有這樣的結果 但也是阿樹瑩說的 他透氣做不到好看 一定有這個問題 現在是Bang一直戰而已 我覺得現在 因為這個指向 有一個很明確的指向 尤其是甚麼呢 你會令到覺得 蔡惠這個角色 其實不是他十年前自己 即是我們現在的時間點裡 那個蔡惠的印象不好 是十年後那個 寫這封信的蔡惠的印象不好 因為你明知一件事是甚麼 某種意義上 你能夠跟雲仁結婚在一起 問題最重要是 因為你沒有去做 踏前一步這件事 你發現不到 拆膠裡面有那麼多事 你不要理會 你這麼白癡 為何還要問 我究竟跟不跟學者交往好 然後你試過拆膠 我心裡想 阿翔哥哥 你是不是真的有些問題 其實是 青春的東西是這樣的 這套東西正正是甚麼呢 他塞了很多好像是很青春的元素 好像是清潔或是甚麼呢 清溺的感覺 是啦 我又想給你姿態 哎呀又不夠膽 好像不是這樣 這樣的情節 但是你明白 就是在一個 我這樣的固有印象之下 我很難去直視這些條件的 沒有的 其實我想那個故事 其實是有三樣的情況出現了 十年前的蔡惠 十年後結婚的蔡惠 還有十年後寫信的蔡惠 是不是同一條Line就不知道 是啦 其實十年後寫信的蔡惠 發生了甚麼事要寫這封信 故事的懸念在這裡 但是老實說 我看到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是很期待黑暗劇情 這套東西我已經不能直視 你要明白 就是我理性上知道 它是一套甚麼的作品 但是感性上 我很難過客觀去看這套作品 不去想那些東西 你知不知道 我們近幾次的往直 就是買黑暗劇情最後都是不黑暗 我通常都是 我們有幾次買中了 你不要這麼說 也有的 近來的往直不是很好 近期的那幾下 你要明白就是甚麼呢 當我第一眼看到 他第一集的尾 你鋪著兒子還是女兒 我不知道 我第一件事想起 他對現在的後悔 媽媽不知以前做過甚麼 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現在的感覺是 青春得來 其實有些機心的東西在 其實我覺得是 你試圖扭轉 其實我覺得不像是扭轉場的命運 是甚麼 你是在玩弄場的命運 是不是最終結果都會去到那個位置 但無論如何選擇場也要死 當然這個是其中一個解釋 其實你只不過是甚麼呢 你只不過想彌補你自己人生裡面的一些選擇的遺憾 最重的味道 其實是一種感覺 自我安慰 是的 我覺得其實 我不管他怎樣死 我當舉例 我不知道他媽媽的死是否遺傳也好 但他是意外的死也好 你做這些感情線向的事情 可不可以扭轉到一個人的死因呢 除非他因你而死而已 但他現在說不到 因為這套問題 這套不是我不存在的都市 他在說我用這個重塑的能力回去之後 也不是拿朵花 雖然我覺得好像拿朵花 也是拿朵花 拿朵花的意思是說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錯 但其實他們的錯其實是沒有辦法被彌補的 他們只能夠就是甚麼呢 去跨越這個傷痛 但現在這個故事是告訴你甚麼呢 沒有的 我就是想 take two 就算我現在這條時間線的自己 失敗了 我要我日後每一條時間線的自己 每一個變動值的時間線的自己 都能夠得到幸福 那感覺我覺得是不同了 其實這樣我女主角很嚇人真 十年後的她而已 十年前的她沒有做 我覺得很漂亮 不過老實說一句 如果不是有這個 想知道未來的故事是怎樣的復筆的話 這一套不可以說不好看 但一個很平凡的少女漫畫的感覺 我這樣說 我也是說甚麼 這些這樣的想像 都是來自於本人的特性 你不可以讓我看到一些 你似黑又非黑的東西 你很難怪我去想下去的 甚至乎我覺得你很難去表達她想表達的東西 即是說你十年前已經定在這裏 現在有兩條選擇線 但是十年後的未來又定在這裏 那是不是就是說 無論你選擇甚麼 你的結果已經定在這裏 他是不是想說這件事 不過話說不可以這樣寫 這個設定還沒說 那個故事的結果已經寫完了 我這樣說 經歷過這麼多這些故事裡面 其實我已經很確立了一個definition給自己 就是甚麼 如果老實說一套東西 怎樣為之感動 我已經是好清楚為之 怎樣為之一個真正的感動作品 有動畫這樣寫下去 有機會更悲了開 可能她做完 令她不後悔的事 但結果算是這樣的 我說另外一個後悔 如果這些事情做得不好 最後就變成另一套紅毛女 超量後悔的 你的問題就是 最後那一幕會不會是甚麼 然後那個故事完了 阿祥沒有死 阿祥原來救回他沒有死 然後接著播後面 最後一個十年後的 他跟他結婚 然後那個兒子就生了 然後那個雲人去了哪裡 不知道 即是死的那個未必是阿祥 不過這樣 然後他有一個計劃通的笑容 這個真的計劃通 變成了戒蛋結婚 這樣他碰死人 這樣也會死的 沒有意思的 老實說一句就是 其實故事最後可以是Happy End 可以是Bed End 可以照舊的這樣說 其實是看他怎樣呈現的 其實他純粹是想表達一種叫做甚麼 遺憾始終都會有的 他盡他最大的能力 去彌補 他過往人生選擇裡面出現的遺憾 總之我盡了力 我無悔了 如果是這樣說 我覺得甚至最後去了樹山所謂的黑暗 Bed End 我覺得都可以是很OK的 即是很合理 又要攝刀片而已 不是每個人都好像我們這麼大量 對黑暗劇中說 你寫得好的話 我又不妨看 還有呢 其實這個是很有趣的位置 對比少女漫畫 如果你說對比其他那些 譬如說甚麼妹妹很想想死你 或是好想閃死你 你會發覺一樣東西就是 他有一個女角 有兩個女角 即是他有些副角色 但其實呢 劇情是偏慢的 而且他的整體反應是偏慢的 但這套很有趣的 其實 除了女主角要想的那麼久之外 全部的東西披繩是很快的 很有趣的 這些是青春的爽朗 爽朗 那些角色需要爽朗 不是青春呢 應該是這樣說 在角色的配搭上 如果不配兩麥索奈在旁邊 這套劇情會變得很麻煩 會變得很麻煩 我只是這樣說 大體上其實是很難 一套作品我是刻不起的 十隻手指數得了 這些作品 我覺得 那這一套 其實看上去我覺得是有趣的 至少現在是甚麼 給了一個期望 究竟這套劇 究竟你想玩些甚麼呢 我都是為了你想玩些甚麼而去想下去 想看下去 而不是看下去 好像 我不傳日的都市那樣 究竟怎樣可以拯救 我已經不是那麼正確了 我已經是 我已經是說 你究竟可以怎樣搞到結局出來 你跟著是計劃通的樣子 如果是的話 真實說我真的拭目以待 不是應該說 假設他們真的可以救回一場 究竟十年後的 現在的賽歲究竟是怎樣 我真心覺得 其實是沒有那麼大定位 說一定要救他們 可能其實都是 我們過往的慣例說的 就是人形不公的問題 這個問題 那因為那個是死了一個 他的未來就沒有了 這條世界才越走越遠 那這個就是他希望 是的 那我們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好 我們去下一套